槌 然後比較大 然後比較怕 是前時的話 那是很容易堆積成脂肪 所以尤其是女生 脂肪很容易堆積在哪邊 然後第二個你要考慮到 剛剛其實講到 曾經過同期女生 下半身她那個屁股肥胖 她一整天 現在又有一種說法說深蹲 可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比如說我們深蹲 真的可以對屁股有幫助嗎 很多女孩子深蹲的方式 她大概都是譬如說我叫妳蹲 不管妳手開也不開 或是妳抬不抬 她都會這樣 對 她是這樣子蹲 妳整個蹲下來 妳的屁股就下垂了 妳整個蹲下來 妳的屁股就會變得更大 好貨到妳家 健康不用靠偏方 瘦大腿超輕鬆 沒踢好貨到妳家 這瘦那個大腿中間的 大腿中間 這怎麼瘦呢 所以它這個中間有彈簧的設計 所以等於說你邊看電視 你就可以邊 用力運動 它裡面真的彈簧是很用力的 但是我跟你講 那如果沒有這個東西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我不是已經在夾了嗎 下半身肥胖 讓女生們如臨大敵 找回你的完美曲線 精彩內容千萬別錯過 我們就有幫大家來統計了一些 大家在心裡面認為 唉唷 那這個有一些缺點在下半身喔 什麼叫做墜肉 什麼叫做阻礙我們美麗的路線 阻礙我們第二村的路線 第一村還沒結束 你就想第二村 心裡話講出來 我們有三個前三名的 我們從第三名來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第三名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就是 穿褲子都卡在肥大的屁股 褲子拉不上來 穿不上去不要穿了嗎 褲子拉不上去 穿不上去不要穿了嗎 穿個和服就算了嗎 唉唷 褲子要套衣多好耶 褲子包起來 對啊 不是語妮 你有在住家 妳算OK啦 妳為什麼 這是這幾年才OK 可是我之前 你知道我在少女的時候啊 也是電視台的助理主持 也是有那種非常玲瓏的身材 翹翹的屁股 可是自從生完小孩之後呢 突然就發現 我的世界不一樣了 你知道我有努力的試圖去減肥 其實那時候我的體重很快就差不多回到生產前 但是呢 發現 兩三年喔 生完都已經兩三年了 我在生產前的牛仔褲 一條都穿不上 哇 永遠都卡在大腿 還沒有到 沒有到這令不上來 只是卡在大腿 還不是到腰或屁股耶 一過世代就不行了 在大腿就令不上來 我就覺得 不會啊 我已經努力把那個體重調到快到生之前 為什麼都拉不上來 後來發現就是因為生完 就是在懷孕的時候沒有太節制 所以大腿就變很胖 然後可能也是因為生完之後 我也沒有在工作 然後就在家裡帶小孩 所以我每天就是坐在凳子上 看電視帶小孩 看電視帶小孩 所以以前那個又小又翹的屁股呢 就是因為一直坐著 所以就變得好像 欸 往外發展 就開始變狠 然後變寬 阿建老師就是要分配你工作 整天把他扛Keyboard 扛一扛 你就送回來了 要試看看啊 但是同樣是生產完瑞君 你那時候也會有這個狀況嗎 當然首先那個生產前就 本來就沒有說很小很翹的屁股啦 可是就起碼就是說都還OK這樣子 可是就很明顯啊 因為你知道從懷孕開始 你就不可能做劇烈運動嘛 然後你就會很忽略這個部分 大不了就是多走路讓他方便生 對 你不會去坐抬腿這些 然後一生完以後 真的是就很長期的 就一直 乃小孩嘛 然後就一直坐著 然後呢 就毀啦 屁股 大腿 他就是不行 然後呢 而且就是鬆鬆的 欸這個好奇怪 然後那個所有的那個什麼 什麼微笑線啊 我好多微笑 就直笑 笑翻了 真正的微笑只有那一條 但是一下都是雙下巴 對 而且就往下掉了 你知道嗎 欸朱醫師這樣好不好 你有沒有幫我們來判斷一下 譬如說臀部啦 大腿啊 脂肪堆積過多 應該怎麼判斷 這邊的話就大約是分成四種 這裡面 這裡面沒有一個是標準的齁 這是標準的啊 有標準 第一個是標準的 後面兩個有點醜 其實沒有所謂的一個標準 那當然的話 這個的話是比較 均勻 勢中的一種臀部 OK 對 但是那個對於很多女生來講 可能就不夠 像現在大家比較喜歡這種所謂的 翹臀型的這種蜜桃臀 這種就是又大又翹 但是它大的部位的話是在 我們的上半部的地方 不是在下面這邊 下面這邊 不是側邊嗎 對 側邊這邊 一個就有點側邊 那這邊的話其實這邊 屁股一翹起來的話 看起來腰就會比較細 對 因為它其實沒有做任何變化 都會變得比較細 然後 像這個下垂型的話 就是因為太胖了 所以那個臀部就整個往下跑 雖然說它的上圍 它是有脂肪的 但是加上下面這邊太大了 就看起來就是 比較臃腫的那種 那第四型的話呢 屬於這種肥胖的痛狀 這種的話其實 台灣女生很多是這樣子的 這個就是講所謂的扁屁股 就是說它可能 譬如說穿起褲子來 熱褲什麼看起來好看 但是脫掉的時候 就少了那兩塊 所以你在側面看的時候 它是整個是扁的 所以看起來 就沒有這麼的誘人 就是揚州很多這樣 對啊 很多這樣扁的地方 就是方方的像海綿寶寶 對 非常多 所以我們 都會在這些地方 幫它做點補子的動作 就是讓它的腰跟臀線都 跑出來 那看起來就會非常的好看 可是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有些人是天生就這樣嗎 那有些是後天的 像我之前比較胖的時候 我就發現 因為我很愛吃 以前很愛吃澱粉 跟糖類 就女生很愛吃蛋糕那種 然後我就發現 屁股會比較 垂 然後比較大 然後比較胖 然後好像少吃一點 就會比較好一點 真的是有差別嗎 就是如果你是前食的話 那就很容易堆積成脂肪 所以尤其是女生 脂肪很容易堆積在哪邊 就是下半部 所以不管是腹部 或是所謂臀部 你想像喜歡吃甜食蛋糕 餅乾這些的話 那它一定是跑不了的啦 但是澱粉就要有分喔 就是澱粉如果是優質澱粉 比如說我們在講的是 飯類的啦 或是有一些是米類的啦 地瓜 或是地瓜這些的話 那適度的話 那倒是不會變成 轉變成所謂的脂肪的部分 但是我就有一個案例 我覺得可以提醒一下 因為最近養 就是很多那種不好的油嘛 它開始養生 然後它澱粉真的還滿過量的喔 就是它覺得養生就要吃很多地瓜 對 結果呢它晚上 它可以吃完兩條地瓜之後呢 它的湯啊 因為它就開始喝那個 菱角湯 因為現在那個秋冬嘛 對 菱角 對 菱角 然後我說這禮拜湯是什麼 不是菱角湯 就是山藥排骨湯 對 要不然就是 對 要不然就是 吃起來都算還滿不錯的 對啊 要不然就是它整個 就是晚上的時候 它吃那個點心 就開始吃那個栗子啊 喔 栗子好肥喔 對 然後我就說奇怪 栗子好肥喔 對 後來就說 這不是優食澱粉嗎 我說優食澱粉 其實如果你在 你過量的話 而且太晚吃的話 是過量 其實還是容易囤積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就是你的量也不能太多 然後第二個你要考慮到 剛剛其實講到 就是屁股的肥胖 你想想看 你有沒有吃紅肉過量 什麼叫吃紅肉過量 你可以想喔 早上你早餐的時候 你有沒有吃到漢堡肉 有 有耶 對 你去吃那種 點外面的外面 早餐 對 大概十個人 會有五個人 會點到漢堡肉 中午有的人 他喜歡喝一碗貢丸湯 那個也是屬於紅肉喔 對喔 晚上的時候想說 來個清淡一點 吃個水餃 裡面也是豬肉 也是紅肉 曾經我統計女生 下半身 屁股肥胖 他一整天吃紅肉的比例 是非常高的 是喔 所以如果你喜歡吃紅肉 然後喜歡吃精緻的東西 那你下半身真的是肥胖跑不了 所以紅肉會造成下半身的腫瘡 而且紅肉它的脂肪啊 遠遠高過於白肉的脂肪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小的時候我們都會想說 怎麼樣運動屁股可以讓它翹一點 就比如說往後抬一抬啊 然後呢 現在又有一種說法說深蹲 可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比如說我們深蹲 可是大部分其實就是 大腿跟膝蓋很痛 他到底跟屁股有什麼關係 膝蓋會受傷 到底要怎麼深蹲 真的可以對屁股有幫助嗎 深蹲 減肥抱減肥抱 其實我跟你講 深蹲一般的很多的女孩子 深蹲的方式 大概都是比如說 我叫你蹲 不管你手開也不開 或是你抬不抬 它都會這樣 對 它是這樣子蹲 好我跟你說 真正的深蹲是要把 膝蓋比肩膀再寬三分之一 你蹲下去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記得你的膝蓋 不要超過你的腳尖 所以你要往後 你壓肚子往下 去 我很興奮這個 對 你壓肚子下著往下蹲 把屁股往下蹲 就是好像我壓我的小股往下蹲 蹲你的屁股 膝蓋不要超過你的腳尖 為什麼你大腿會痠 因為你的骨似頭肌有在用力 所以它一定會痠 所以你絕對不能讓屁股這樣 你整個蹲下來 你的屁股就下垂了 你整個蹲下來 你的屁股就會變得更大了 所以你不能讓它蹲到底 你就只有蹲到這個位置 譬如說我們以蹲30秒的時間 可以讓自己起來 緩衝10秒鐘然後我們再蹲一次 一次做5次 5次就好 也不要過量 對 不要過量 好不好 不過之前有報導說 什麼屁股的大小好像跟健康也有些影響 有人說屁股大反而健康 但也有說好像屁股大對心臟 還有這個糖尿病的風險有比較高 我只聽說屁股大比較好深吧 你們兩個在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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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有報導說跟健康是有 到底是不是有直接的影響 來做一次 就是